画面中的女士是我们的求助人 郑家老三 自从母亲去世后 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就这个观点 我没别的观点 你们对老娘的困损 我冲着老爹老娘 必须给老娘还回来 还回一个公道 说过你一天没孝顺 最后送老娘送送就送 只有本人一个人 拉着老娘手送就送 只有我在这儿 老娘才有乐模样 我们家兄弟姐妹之间 就是资金比较多 所以有矛盾比较大 你别讨见里边了 想话一个解一个 我跟他辩解不着 你这是我想话连篇 苍天有眼 我除了关系看老娘的 你们谁把我哄来的 谁哄的是我吗 希望你别再躲这 那你不要说这样的话 你要负责任的 你来个几次 你自己在那说 你把这个记载拿出来亮亮 像见面阳光 姐弟俩再次争吵了起来 针锋相对 难道这就是 姐弟两人的沟通常态 老娘都把你妈 照给你 你们要照相见 你们混蛋 不混蛋 你们亏过老娘 不亏过老娘 你们两个人 受不住钱责 你们自己想一想 谈及过世的母亲 老三失声痛哭 无法继续面对 谎话连篇的老六 老是给老娘看 老娘顺量 我自己买料子 给他做几身衣服 穿着非常合体 老娘说 你还给母亲做衣服了 我才做多些 我是个书上设计师 您是服装设计师 对 他妈都会干 是 就原子弹也指着他商天 他们到现在 一直背诵着六号的一路 看来我的那个 没有老虎子 都延续两千多年 可能也能延续一千来年吧 这样头那么挺 就这个嘴里 又多是个舌头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